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北京音乐广播FM97.4开播30年主题曲 连昧著名策划人 词作家王品酒 著名音乐唱作人常识磊 青年歌手周深诚意奉献2023年度最值得期待的歌声 新歌明天的世界更美好 上榜首周成绩回顾 该歌曲一上线便开始飙升 发行当天便闯进实时榜第五 第二天便冲进实时榜前四 并最终保持之第四期接榜 以95.31的最高新歌综合得分成为周深游泥榜第74首高分歌曲 明天的世界更美好听众构成 一 听众年龄层占比 明天的世界更美好的听众中 23-30岁听众以34.25%的占比成为主力听众群体 31-40岁听众的以30.59%占比成为第二主力君 该歌曲00后听众也有超两成的占比 二 听众性别占比 周深性歌两性用户比例相对均衡 女性听众以50.75%的占比略高于男性 听众印象 该歌曲由词作家王品酒 著名音乐唱作人常识磊联妹 通过周深极具温暖的演绎 谱写新春最动听的祝福 用轻缓明亮的歌声将明天的世界更美好 一束光画桥 青山月心跳的画面描绘出来 期待周深继续推出质量兼备 打动人心的高品质歌曲 湖南卫视举办的深入人心开播以来 就受到了许多观众的支持 36位优秀的成员也受到了来自各界不同的关注 除了湖南台请他们参加各种台里重要的晚会 央视也对他们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深入人心中的王熙 周深 王海 居宏川 雷琪 蔡成玉六位成员参加央视的元宵晚会 深深要谢谢道具组的话题突然出现在微博热搜上 原来是由网友晒出了周深与深入人心的其他成员 站在舞台上的照片 不管是在央视元宵晚会的舞台上 还是深入人心的舞台上 周深脚底下的台子都要比别的成员高出足足十公分 可见央视和湖南台的道具组为了让镜头能够扫到周深 真的是煞费苦心 因此出现让周深谢谢道具组的话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这一话题的出现引起了许多网友的讨论 有人说站在周深旁边的其他舞子不仅不装作不知道 还要集体笑着给周深高出十公分的站台鼓掌 简直是不给偶像歌手周深留面子 有人对台子的高度提出了质疑 认为那不可能才十公分 目测应该是二十公分 还表示周深的台子像是冠军位更像是领奖台 许多细心的网友还发现 其实除了周深需要一个这么高的台子外 边上的李奇也同样非常需要 李奇的身高也只有一米七多 周深垫高后 李奇在视觉上却变成了最矮的那一个 引得不少李奇的粉丝吐槽 道具组太偏心了 只关注周深的身高 却让李奇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就连周深也在评论中调侃自己 称台子升起的一刹那 全场掌声可能是自己听过最大的一瞬间 因为大家都为自己揪着一口气 不少关注周深的粉丝表示 周深在此之前还立下Fight 说自己只靠唱歌上热搜 没想到现在上热搜的都是靠一些语唱歌 作品无关的话题 惹得网友纷纷打脸 所以说Fight还是不能随便立啊 在这里不关注升入人心节目的人可能会有疑问 周深到底有多高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让道具组这么操心 要知道升入人心里成员的平均身高就有一米八三 有的成员甚至超过了一米九 但是周深的身高却只有一米六一 因此无论周深站在哪位成员的旁边 都会显得比较突兀 更何况是在有着一米九五的王凯身边呢 在没参加升入人心之前 周深就凭借中国好声音和大鱼 获得了许多观众的好感和认可 那时 观众对周深的固有印象应该是声音独特 比较腼腆的实力派歌手 但这次看到了他的热搜后 许多人开始了自我怀疑 其实熟悉周深的人都知道 他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完全不搭 大家只是被他的外表迷惑了 在微博和一些采访中不难看出私底下 他本人其实是非常沙雕的性格 周深的性格其实有着可以非常多变的 在深入人心中他就是整个团队的团宠 非常可爱 惹人喜欢 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喜欢开玩笑的幽默男生 拍宣传照时又可以把自己非常帅气的一面调动出来 总之是可言又可甜的百变小生 想看周深和深入人心其他成员表演的朋友 又可以关注央视的元宵晚会 希望大家在看他们演出的时候 暂时忘记周深脚下比别人高出十公分的台子 这样才能把更多的精神专注在他们的歌声中 好好欣赏他们六人的表演 作为一名歌手 声音就是最好的名片 而在众多的名片中 周深的名片可以说是最有辨识度的一张 通过一曲大鱼为大众熟知 周深也被无数听众称为被天使吻过的嗓音 据悉此次接受媒体群访 周深还未说话却先开唱 以别样的方式向采访媒体展现了自己的特别 在深入人心的共36名演唱成员中 其中不乏同周深一样拥有观众基础的歌手 音乐剧王子郑云龙 早已出道的冠军歌手李奇 拥有独特低音魅力的歌手王熙 对于这一类大众早已熟知的歌手 观众最为关注的 仍旧是他们选择在新节目露面的原因 对此周深表示 为什么来参加深入人心 因为当初觉得这是一个很冒险的节目 对于美声歌曲 或许有人会觉得很难听下去 我也算是突破自己的风格 而当被问及在众成员中的个人优势时 周深笑着回应 我只学过男高 所以我其实特别忐忑 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势 这就是我的优势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呢 最大收获是认识了好朋友 未来想尝试将流行加入美声 我觉得在节目中最大的收获 就是认识了西哥 龙哥 嘎子哥等多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在采访中 周深透露如果没有来到深入人心 自己绝对不会体验到 和朋友们两三个月一起相处 吃饭 熬夜编和声的神奇经历 节目播出过半 除了在公演舞台上的表现 观众也在真人秀环节 看到了成员之间的相处趣事 和浓浓兄弟情 而被问及对于不同风格音乐跨界的心得 周深也大方分享了自己的内心感受 我的目标一直都想把流行元素加入美声 我觉得对于我的唱歌风格来说 沙拉布莱曼的歌会比较适合我 她是一位把流行和美声结合得很好的歌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靠近期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